最近大家都在讲转型转型 特别是房地产讲非常多转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放在两三百年这样一个长度一直到现在 到底历史上房地产 中国包括中国以外 所有的地方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型 就是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 历史没有创造 只有重复 这是一个命题 为什么呢 地球上有七十亿人 有几千年甚至是几十万年的历史 所以每一个场景今天出现的 如果过去能够记录下来的话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对应的场景 都发生过 但是我们研究房地产这事儿还得倒过来 我们还要感动还要认真一点 因为呢我们在过去历史上看到的事情 今天会重复会发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今天每做一件事情 相对于有限的时间空间和生命来说是创造 但是相对于更长的历史来说 我们是重复 而不是创造 特别是这种社会和人类的这种机体行为 往往是重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究竟发生过 哪一些重要的所谓转型 所以如果来分开看呢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住宅的一个转型 过去啊 一共有过三次比较大的一个转型 第一次呢 发生在非工业化的手工制作的房地产 住宅到工业化住宅的一个转变 就变成了一个规模化的转变 大家知道最初我们都是一家一户 或者做很小单位 然后我们呢 一开始有一些地 说可以盖房子可以卖 基本上我们都是现场施工 泥瓦匠把它做起来 然后把它卖 这种呢 分散的小批量的 和偶然发生的这种住宅 在早期呢 都是这么做 但有一天呢 大家变成规模化生产 变成像工厂化一样的去做 这个转型呢 实际上在快速成长的一些城市和国家 历史上发生过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都发生过这样的转型 就当草草的 随便的做一些很简单的房子 不能满足快速成长的市场需要 这个市场需要 既包括数量 也包括质量 的需要 这个时候工厂化 大规模的住宅的生产 就开始了 所以叫大规模的转型 就由分散的小的生产 变成大规模的生产 就有点像 我们讲制造业的 由手工作坊 到机器大生产 这个转变 也就是说 这个转型呢 在中国 我们会讲到一些故事 实际上万科 最近十年 一直在做这个转型 这是第一步的转型 十年前万科 在松山湖 就做了一个住宅产业基地 找了一些日本人 专门来研究 能够大规模生产的办法 因为只有大规模 才能够降低成本 提高速度 和增加满意度 因为如果你不能大规模 你比如住宅 竞争到以后 我们中小的地产公司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成本速度 都跟不上 成本高速度慢 另外一个呢 规模太小 在全世界 规模最大的 我们讲的规模化的 由这个 小批量生产 到大规模生产 这个转型 最后会胜出的 大概在美国 最大的这种规模的 住宅公司 不超过十家 中国呢 也大体上 我认为 如果按中国 这个体量规模 也就是十家 二十家最多 大规模的住宅公司 就专做住宅 规模还特别大 这个规模 是个什么概念 在万科以前 地球上出现过的 最大的住宅的 公司的规模 一年大概 十二万套 这是美国 那个Potihome 这家公司 国内翻译 叫帕尔迪 那么这家公司呢 做十二万套 万科现在能做到 十五万套 有时候十八万套 今年不知道 去年大概十六万套 就是一个公司 一年交给客户 能做十六万套 这就是规模 如果户型小 它有时候 西方是按套数算的 我们有时候 是按面积算 但是呢 套数比较准确 实际上就是说 你能够给 提供给客户的 最终的产品 这么大的规模 一个公司 要把它组织好 这就是一个转型 但在这个转型当中 像中海 万科 比较典型的 实际上是万科 和中海 这两家公司呢 它为了追求规模大 它不仅是要土地储备 它更重要的是 在制造过程 去借鉴工业化的 做制造方法 所谓工业化的 制造方法呢 就当你变成 规模化以后 你一定要面临 产业化 如果你不能够 产业化 你就谈不到 规模化 你比如万科 刚开始做 规模化 这个转型的时候 由于产业化不够 每平米要增加 六百块钱的成本 那么这样的话 你怎么来推呢 你想规模化 但是你没有产业化 你就成本不容易降下来 或者说你产业化 水平很低 我说的每平米六百块钱 就是产业化初期 就万科在推 产业化初期的时候 实际上 产业化是加大了成本的 因为你要用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如果规模又不够 又增加了成本 所以在规模化的同时 往往都伴随着产业化转型 所以这两个转型离得很近 产业化是个什么概念呢 好多年以前 我和王石去日本看房地产 结果别人安排我们到丰田 我们俩就有点诧异 说丰田是个做房 做住宅的 好像不太相信 它是做汽车的 做汽车怎么能够成了房地产 最大的住宅公司呢 后来人家跟我们介绍说 丰田也做汽车 也做房屋 为什么呢 汽车是移动的空间 房屋是固定的空间 所以丰田是做空间的 无非是房子是没有轮子的汽车 汽车是有轮子的房子 它就是这么一个思考 大家知道汽车里边 如果做得好了 跟房子是一样的 一室一厅 粮室一厅 有卫生间 有餐厅 有卧室 你都可以把它分得很好 所以丰田 它居然是造房子 我们去看呢 没有看见工地 我们看见的是流水线 这个流水线呢 有做基础的 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做墙体 还有一条线做屋顶 这些家电的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东西最后 从工厂出来 集成 最后变成几个集装箱 如果客户有要定的时候 就拉到现场 最快一天能做好 这就叫工厂化住宅 那么当然 这种工厂化住宅 分成多层建筑 和独栋建筑 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去看的 这是独栋建筑 但日本呢 后来他们又研究 多层建筑 能做到二十层 工厂化来做 所以随着规模化 转型了以后呢 当你追求规模导向的时候 你就不能回避 去看产业的导向 那么这个规模 转化为产业追求以后 产业追求 又会推动规模的转型 因为你产业化以后 有了这个能力 你就需要更大规模 规模对你来说 就不是平静了 就这些技术 会推动住宅行业 在向规模化的同时 用产业化的转型来支持 如果没有产业化的支持 你想规模化是做不到的 你一定是受到一个平静 因为假定说 这个技术再进步 或者我们说的 模块技术再进步 或者水泥前面 这个技术再进步 进步到成本 已经跟我们传统方法差不多 同时它还能这么快速度 大家想 如果哪个公司掌握了这个东西 那你的资金周转效率大大提高 客户的满意度大大提高 而且你可以 理论上可以做出来 全球生产 全球出口 还有一个客户的使用和维修特别方便 你比如说水盆坏了 脸盆坏了 就跟汽车零件一样 把它拆下来换一个就完 日本现在就这样 住宅里边的每个零件都可以拆换的 住宅产业化就保证了 我们现在最麻烦的是 比如漏水 昨天我听到一个事 现在这客户越来越有经验 买方前先看你漏不漏水 病原买了以后漏水 找物业很麻烦 结果他现在为了测试 有一个项目 外地的一个项目 那客户带了几个桶 带了一些脸盆过去看房 这发展上有点懵 说你带个脸盆来干什么 我们这好像也不配这个 也不是医院 说没有 我看你们漏不漏水 接了几大桶几大盆 光光光把屋子里全给泡了 一般漏水 偶尔有一两点水 慢慢的 他就在那泡 泡了一晚上全漏水 然后就说这房不能买 就这种啊 现在就是客户啊 都有个要求高 对吧 所以如果是产业化的住宅 这个问题就做的密闭性会很好 另外一个呢 他能够很多东西通过实验来解决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噪音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住宅产业化了 他就可以试验 噪音呢 整个的噪音渗漏 全部都过反复反复的实验 合理了 最后做成一个模块 一个组装件 最后把它拼起来 所以客户的使用来说 质量会很好 投诉也会减少 最终的格局就是 谁能规模化 谁能产业化 就能生存 当然这是指规模超大的公司 大公司怎么办 是能这么转型 所以大公司要转型 就是靠规模化产业化 没别的路子 你只要在住宅行业里 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上 也可以做增加服务啊 什么这些 但是总体来说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转型 所以在生存下来 在美国日本生存下来的 大的住宅公司 无一例外都是完成了 这两个转型 生存下来的公司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假定说 我们不是大公司 我们是个中小公司 那我们也得转型 也得活啊 假定说 我们现在 市场已经饱和了 即使是规模 足够大 足够产业化 你也不一定能够 很好生存 这是两个现实问题 就要么 我是个中小公司 那我不想规模化 我也不想产业化 另外一个呢 我可能是大公司 但是现在 市场饱和了 饱和以后 你现在去用 大规模的产业化 也支持不了你的增长了 那怎么办 还得转型啊 那这个转型 就是我们讲的 第三步的转型 就是细分市场 加服务 这个转型就是什么 中小公司 做细分市场 大公司开始做软体 以前产业化 实际上还是做硬体吧 服务就是做软体吧 细分市场呢 其实可以无限的细分 无限的做 非常有趣 十多年之前呢 我们跟龙湖啊 我们地产联盟啊 很多朋友去温哥华啊 去做访问 他们政府跟我们谈 很严肃的谈住宅啊 那时候我们就谈着 谈了半天呢 我们都没太听懂 因为什么呢 他们老在讲同性恋公寓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有些器官 也是可以创新使用的 最近我们知道 看了段贝山 看了知道了稿基 知道了很多故事 后来我们发现 既然有这么多 创新使用者 那我们应该细分市场 比如说我们给男性的 这些朋友 做一套 做一百套 一千套 出租给他们 再给女性呢 再做一千套 那你想 肯定你服务非常之专业 这个专业就非常 一定要专业 非常专业 足够的专业以后 你 他就能租出去 然后呢 他会有忠实的依赖度 所以超大城市 你做这种 同性链的 服务公寓 一定是能租出去 而且市场一定很好 你会给他 特别的尊重和关怀 这就是细分市场 那么 如果这个东西 你再细分 比如说在女性公寓 十年前了差不多 我们去日本 去日本有个老板就说 一定要去参观 台中的一些公寓 说非常好做 是个女老板 然后我们就去看 他说我做女性公寓 我们说女性公寓 好像大陆以前 都是稀里糊涂 都是一种房子 我们也看看吧 好奇 确实我们看了 从色彩 光线 雕塑 包括门禁系统 这所有卧室 做的是很女性 后来我们突然就问他 你这做了多少房子 他说我就做了四十套 那这么多女性呢 为什么只做四十套 他说 我只给单身女性 我说单身女性 你怎么能计算出来 四十套整好 他说台中啊 我们都知道 有钱的单身女性 大概就多少 对吧 所以四十套 你看 这很精准 然后过了些几年呢 我们又去 还这个老板接待 这老板说 你再看看我的新产品 新的房子 我们说我们看过了 不就女性公寓吗 他说又不一样了 他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去看 好像就小点 我们说怎么做成 这还能分小户型 对吧 单身女性 还有这么细的差别吗 他说对 他说我们上次做那个呢 是单身不独居的女性 就抗上有人的女性 就单身 身份是单身 但抗上没闲着 就这种女性 所以要大一点 现在我们住的是 单身单居 抗上没人的 偶尔有人 长期没人 这种 所以的话就很小户型 我们说那你做多少套啊 他说这回我做二十套 我说你这太精准了 这事情 那真精准 你看细分市场 能精准到这种程度 那我估计下回再细分 按年龄细分 对吧 八十岁以上的 五十岁以下的 他再细分 就是说细分市场 其实可以无限细分 所以在细分市场上呢 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淘宝 但如果你不做这个市场 你还是超大规模的公司 那我们就说你得加服务 服务这件事就没边 大家自己想 围绕着住宅 你能提供的服务 其实是没边的服务 有很简单的服务 不花钱的 就一个眼神 就也叫服务 所以有些服务 是便宜的 有些服务很贵 你比如我们现在 有些物业 为了卖房子 增加了很多服务 对吧 有些服务是有成本的 对吧 你比如以前 我们增加服务 帮人跑腿 对吧 现在好了 有淘宝了 我们就物业 就不给人跑腿了 以前要增加服务 偶尔打个电话 让物业去办个事 物业还得给人跑外面 买包烟啊 买个外卖啊 这都是跑腿 以前都算我们那种 争执服务 但这有成本啊 现在这一部分 互联网都取代了 但是我们呢 现在还得增加服务啊 现在你不增加服务 也就是说 最后成了什么 按摩是次要的 卖产品成了主要的了 就是你产品和按摩 这两件事啊 你找一个平衡 天天卖产品 大家不来按摩了 天天按摩 不卖产品 你不赚钱了 所以这件事啊 我们就是在服务成本 因为你制造的成本 是一定的 你服务的成本不注意 你最后是亏的 那我们也在研究 比如在立体城市 我们有两万多套 三万套的客户 我们怎么样给它服务呢 我们钱从哪来呢 这个成本怎么控制呢 否则的话 我这好人好事 做做做 我变成雷锋了 我娘饿死了 那怎么办呢 这玩意儿不行啊 娘都不干 所以你不能做这种游戏 为了自己当雷锋 把娘给饿死了 你必须是 娘吃得越来越好 自己还偶尔 有一个光荣的一个称号 母亲也高兴 所以怎么找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呢 就研究了国外的 叫社区俱乐部模式 和国内的 社区公寓基金的模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因为规模足够大 足够大 我每平米 假定说少赚 一二百块钱 比如少赚两百块钱 你有五百万平米 你就有十个亿 对吧 把这十个亿 捐到公寓基金 社区公寓基金当中 还抵税 然而这里头 其中有省的增值税 是政府的给你的 再有一些其他的税 等于政府 大概给了三分之一多 女子出了三分之二 开发商 或者发展商 你省了 少了三分之二 就两百块钱的三分之二 然后这个公寓基金呢 十个亿 每年赚七千万 然后拿着七千万 就可以作为成本 补贴这个立体城市当中 老百姓的各种福利 那你再加杠杆 比如什么叫加杠杆 我给他买保险 这就加杠杆 对吧 比如买个大病保险 这钱给的不多 那一旦生病 剩下钱医院付 这就加杠杆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 一整号的福利体系制度 就是立体城市呢 变成叫做 高就业 高福利 低成本 可持续 大家接受服务的 核心 就是占便宜 不花钱 当大爷 就是这事 另外就是 要点服务 少给钱 或者不给钱 所以我们得供应 我作为服务的供应商 我就得满足这个 但是呢 在经济欠发达 或者刚刚发展起来的 他要的可能还是一个便宜 占便宜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有社区公益基金 每年给他补贴一点 比如说小孩考到了国外留学生 那我就从这七千万里头 把给他学费付了 那这也是很大刺激 对吧 如果 他有一个交通的问题 那我们交通费全免了 我们还设计了 包括菜 绿叶蔬菜 能够五年免费供应 对吧 那这个东西 花钱不多 感觉很好啊 等等吧 就是说 现在服务上的竞争 越来越多 但在大公司 对服务这个竞争当中呢 到底我们能做哪些 哪些不能做什么 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 比如说 现在物业公司 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 采生活出现了 对传统物业管理的一个挑战 那么下一步 谁来颠覆采生活 这样的模式呢 现在 我们现在社区里 你比如找外卖 手机也能解决 买本书 订个餐 叫个按摩 修个指甲 捏个脚 叫个车 是吧 什么这些 机灵狗碎的事 紧急了送医院 全都能互联网解决 还有移动医疗 远程医疗 所以我们地产上 还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这成了个问题 只有一个服务 现在看样子离不开我们 就安保服务 对吧 这现在好像离不开 你一个社区里的安全保护 安保 这个还是直接的 最直接的 安保 对吧 救灾 万一有个灾啊 什么 你第一时间 另外 维修行不行呢 现在有时候维修也快成问题了 以前换个零件啊 干什么 物业公司很大 是维修 但刚才我们讲 如果工业化了 有些东西维修 它可以通过外包 比如说换个马桶 它找你物业干什么 对吧 看个品牌 在电商定一个 那边就负责送 而且负责安装 你看你物业 连这个事也不能干 所以现在 住宅公司在转型当中 细分比较好弄 服务这件事 到底增加什么服务 我们现在也是健康管理 比如说啊 我们发现 需求最强烈的是转诊 转诊是什么 你比如在西安 在郑州 在外地 突然有一个人得了个大病 要进301 你要能把这事给人办了 这就很厉害 这转诊的 但这里头有学问呢 你比如死在机场了 算谁的 算医院的 算我的 就有专业机构 在律师把这些过程 在什么时候呼吸 什么时候断气 都说责任归随 你不转诊路上 还没到301 崩 结束了 手续是已经办完了 301也接了 那你算谁的 这是 对吧 直接拐到八宝山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 面临的问题 就是服务 地产商特别想 给大家服务 但是第一是成本 第二不知道边界 到底在哪 这是很多现在 大公司 住宅公司 困惑的一个地方 原来我们说 增加服务比较容易 就是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商 我们增加一点服务 人就感动一下 对吧 家里有个老人服务一下 就感动一下 对吧 现在也不敢服了 见老太太一服就赔钱 这事也不敢服 所以现在这事都是 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讲 住宅 就是这么一个 面临的问题 就住宅转型 大概就是三个事情 要么规模化 规模化带动产业化 这是大公司的事 要么中小公司 做细分 细分你不做 但你大公司 你还有增加服务 目前做了很多想法 也做了很多研究 但是还在转型中